随后,他们四姐妹脱离队伍在城里到处看着,对于他们这种冒险团来说,最喜欢的就是到冒险团球馆里看看情况,王都那边竞争很激烈,有很多大的冒险工会。 球馆里,他们四人坐在那里,点些果汁随意聊着天,却没想到被长相粗俗的大汉骚扰,就在奥利威准备拔剑教训对方的时候,有人出面阻拦,来的同样是一位精灵族妹子。 希尔夫看到同族很开心,但他从对方身上感受不到精灵族特有的气味,反而夹杂着人类的味道,应该是精灵跟人类结合,然后在人类城市中长大,并不全部属于精灵族。 那些长相粗俗的大汉看到对方,早就吓得跑没了影儿,那是格兰冒险工会会长夫人,就他们这些小冒险团成员,谁敢招惹呀,只能灰溜溜地跑了。 这里很安全,刚才只是情况特殊,几位妹妹,需不需要加入我们格兰冒险工会呢? 他们四人对视着。 不好意思啊,我们已经组建了冒险团,而且还在学院学习,多谢你的好意。 好吧,真是可惜了。 随后,礼貌地微笑点头,朝着里面走去。 四位少女叽叽喳喳地交流着,是不是我们很厉害,就被对方看中了呢? 人家可是工会啊,那是比冒险团要更加强大的工会。 类似这种工会,接取的都是比较有难度的任务,跟他们这种小打小闹有着天差地别。 如果格兰知道卖给他神器之人的女儿在这里,绝对会惊呼着。 我坑了你父亲啊,这哪是两百多斤能够买来的,简直就是无价之宝啊。 夜晚,宴会。 原本,大夫才是今晚的主角,但现实跟他想的不一样啊。 如今的他老老实实地跟同学们坐在一起,而他父亲才像是过生日的人,迎接着各位大人物到来。 按理说,身为你的儿子,就算得不到重点照顾,至少让我陪伴你身边,跟你一起迎接贵客吧。 看着人家送的礼物,都被他的父亲让奴仆收走了,他的心在滴血啊。 是我过生日,应该都是我的,怎么可以这样啊,真的好过分。 坐在桌前的他有些闷闷不乐,但面对同学们只能强颜欢笑。 宴会来了很多人,隔来冒险工会的会长到来,红胡子大汉的模样,身强体壮。 他的出现引起众人的关注,他的故事颇为传奇,来铁容城没几年,就多两年吧,就将冒险团发展成工会。 自身实力强大,还有一件惊人的神器版身,很少有人见过,一般都是历练冒险的时候才有人见过。 但见过的敌人,都已经死了。 地亚碰着可兰的手臂道, 你看,那不是我们先前见到的那位精灵族姐姐吗? 看起来有点像美女配野兽。 希尔夫,你们精灵族在挑选对象的时候,是不是不看颜值的? 可兰跟希尔夫对视一眼,都很无奈,幸好没有被人家听到,否则肯定要教训他们。 可兰说道, 我听说他们之前就是一个冒险团的,经历过无数生死,互相扶持,在一起是很正常的事情,没必要大惊小怪的。 哦,那是相互熟悉的,不过如果是我的话,肯定接受不了。 她的身材那么小,可是那家伙好大块的。 帝雅竟然讲到了略微有些呜呜的话题,可兰,希尔夫,奥利威傻傻地看着她,脑袋上好像出现感叹号,这是什么想法,好可怕。 可兰轻拍着帝雅的脑袋。 你都想些什么呢? 没想什么? 奥利威说道, 若你家族知道你想的是这些,定会以为你是个污秽之女,带你去光明教会好好给你洗礼一番。 蒂雅吐了吐舌头,缩着脑袋,有点害怕。 数年后,可兰已经在学院待了四年时间,他们的冒险团在外界也已经颇有名气,但不管如何,他们的冒险团依旧只有四个人。 倒不是他们的冒险团不受欢迎,而是太受欢迎了,都不知道多少人想要成为其中的一员。 他们在外界被称呼为四朵艳丽的花朵,美丽动人。 都不知道有多漂亮,无数青年才俊都想亲近他们。 村庄,几辆马车缓缓地从远方驶来。 没想到这么多年,我们终于可以来可兰的家乡了。 最让我好奇的就是可兰的父亲,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 地雅笑嘻嘻地说道,的确是最好奇的。 能够培养出可兰这样出色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冒险团混得很不错,完成很多任务,赚了不少金币。 可兰很早之前就想接他的父亲到王都了。 但没想到,他的父亲却说,已经在村庄住习惯了,不想跟村民们分开。 而且可兰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待在身边反而不好。 这让他们看到一位父亲为了让女儿成长起来,默默地在背后付出着,却从来不求回报。 奥利威说道,一位伟大的人。 他严谦一概,经过这些年的了解,哪怕没见过,但有的事情他们都看在眼里。 在他看来,这才是一位合格的父亲。 可兰回来了。 林凡,你的官女儿回来了。 村民们都很开心,许多穿着开裆裤的小屁孩儿,追着马车跑。 这些小孩儿都已经四五岁,有的更小,都很活泼。 泡泡村的人口,在这些年来发生井喷似的暴涨,具体原因暂时未知。 也许是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经历旺盛的原因吧。 可兰,你们村里人好热情。 可兰笑着说道,村里的人都很好的。 铁匠铺。 林凡放下手里的事情,看着回来的几辆马车,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时间过得很快,女儿的确成长起来了,她是欣慰的。 虽说可兰一直想她搬到城里,但在这里生活习惯的她,不想离开。 而且最重要的是,她在等待黑暗之神的出现。 这家伙真的好能躲呀,躲到现在都没有出现。 不过这样也好,在对方没有出现的情况下,她能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女儿,看着女儿逐渐成长。 第一千一百零二集 爸爸 可兰从马车上下来,扑到林凡的怀里。 甭管在外面经历多少,又成为多少人心里的大人物,但在父亲面前,她永远都是孩子。 奥利威等人下车,看着眼前一幕都露出笑容。 温馨的一幕是有很强的感染力的。 村里的小伙伴们看到可兰带着三位漂亮的姑娘回来,都显得很害羞,但都低着头。 也许是面对这些美女,她们的心理想法就是,我们配不上的。 爸爸,我跟你介绍,这三位,就是我经常跟你说的朋友,是我在王都最好的朋友。 迪雅,奥利威,谢尔福。 欢迎你们来到泡泡村,可兰一直都有跟我说起你们的事情,多谢这些年来你们对她的照顾。 可兰,你带着他们到屋内坐会儿,我去给你们准备午饭。 说完,就微笑地朝他们点点头,然后转身离开。 屋内,他们打量着周围的环境。 虽然可兰的房间很漂亮,但在他们看来,的确显得很简单,就是普通人家而已。 肃然起敬了,就是这样的家庭,竟然培养出这样的女儿。 可兰真的很优秀,在冒险团里,可兰是最强的。 遇到过很多危险,都是可兰解决。 如果不是可兰,他们恐怕早就遇到麻烦了。 不过,他们更加敬佩林凡。 曾经可兰跟他们说过,他是父亲收养的,因为他的原因,父亲没有结婚,没有找另一半。 而是默默地守护着他。 他都想让希尔福给父亲介绍一位精灵族。 毕竟在他看来,精灵族是最漂亮的,他想给父亲找个好看的。 但是一直没有说出口,总感觉这里面怪怪的。 你怎么了? 可兰见希尔福一直发着呆,好奇地问道。 希尔福说, 可兰,我发现你的父亲给我一种很特殊的感觉。 特殊的感觉? 对,就是特殊的感觉。 就像是靠近了生命之树那样,温暖,平静,一切都不用想。 很着迷,很迷人。 希尔福是精灵族,拥抱着自然。 而他却没注意到,因为他说的话,可兰他们都张着嘴,傻傻地看着希尔福。 地牙小声说道, 可兰,他不会是想当你的后母吧? 奥利威也是点点头,认为希尔福说的话太暧昧了。 你可是可兰的好姐妹啊,他父亲比我们大很多的,你虽是喜欢他父亲,可成为可兰的后妈妻上加亲,这也太可怕了吧。 希尔福好奇道, 你们说什么悄悄话呢? 众人立马摇头,啥都没说,错觉,一切都是错觉。 地牙拍着希尔福的肩膀。 好姐妹,有什么想法就勇敢地去追,我永远都支持你,我很想看到可兰叫你。 笑得好阴险,可兰瞪着地牙,捏着拳头,都想好好地教训他一顿。 什么呀? 希尔福还是很懵懂,陡然间仿佛是想到刚刚说的话似的,红着脸道。 你们可别瞎想,我只是说说而已,你们别乱想。 理解。 希尔福叹气道, 我只是说感觉而已,可没你们想的那样。 就在他们玩闹的时候,林凡摸的下巴陷入沉思。 这是可兰第一次带着朋友们回来,而且这些朋友对可兰特别地照顾,肯定要做一顿风尚的午餐才行。 曾经听可兰说,他们很喜欢吃可兰带回去的肉,但那些肉都是风干的,味道不算太美。 如果是现做的话,那味道才是真正的美味。 想到这里啊,他嘴角露出笑容。 火锅涮肉,他们一定会很喜欢的。 询问意志,哪里有那种美味的肉,自己寻找的话都不知道去哪儿找,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以前只要跑远点就能遇到,现在都很难找到了,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真的是一件很烦恼的事啊。 如果那些龙族知道此时的情况,绝对会泪流满面。 别玩我们了,听闻人类中出现一位凶猛的恶魔,早就躲得远远的。 以前还有洛丹龙族作恶多端,但现在可否有听闻过,都已经搬迁到极其遥远的地方。 只是很遗憾,一直不当人,甚至不算是人,匍匐在对方的淫威下,出卖躲藏在各地的他们。 很快,没多久,临帆回来了,特制的铜锅,切薄的肉片,还有各种蔬菜。 好了,为了欢迎各位的到来,特意给几位准备了火锅。 火锅?这是什么? 好神奇啊。 就连可兰都很疑惑。 爸爸,我怎么没有吃过呢? 最近才想起来的,刚好你回来,就给你们准备了一下。 很美味的,在吃这方面,他从来都很讲究。 一家其乐融融。 哇,好好吃,真的太好吃了。 就算王都的那些美食都无法跟现在的相比。 我又要吃胖了。 爸,你以前竟然没告诉我,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林凡见他们很满意,心里很开心,希望自己做的东西得到夸赞,这是对他最大的支持。 奥利威吃着这些肉,味道真的很美味。 这什么肉啊?从没吃过? 他真的很想知道。 身为贵族之女,见过很多东西,但从来都没有吃过这样的肉。 林凡微笑道。 啊,村庄附近小动物的肉,不算什么。 以后你们喜欢吃,可以让可兰给你们多送点过去。 死去的龙想说。 你他娘的全家都是小动物。 奥利威还是很疑惑,但是没多想。 不过他发现可兰的父亲不像是那种普通的农民,浑身散发着一种特殊的气质。 嗯,怎么说呢? 就是淡然。 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中,任何事情都不会给他造成任何影响。 哐当! 就在此时,希尔夫手里的筷子猛地落地,就见他捂着胸口,低着头,表现得很痛苦。 突如其来的情况让可兰他们很紧张,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而当希尔夫抬头的时候,却发现他泪流满面,眼神充满绝望,仿佛是感应到什么事情似的。 可兰急忙说道。 怎么了?到底是怎么了? 奥利威跟蒂亚都很着急。 他们姐妹四人相互扶持,关系特别好,俨然成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如今看到希尔夫这般,他们很心痛了。 第1103集 在他们之中,茫茫的希尔夫很可爱,就跟他们的妹妹似的,都想保护着她。 希尔夫伤心道。 刚刚我的心好痛,我的祖地发生了事情,我能感受到的。 我的哥哥们死了,他们生活在那里不会有危险的。 可是,不,我要回去,我现在就要回到祖地去。 说完,就朝着外面跑去。 奥利威跟蒂亚也追了出去。 可兰知道希尔夫有着感应,那是精灵族特殊的感应,不是所有精灵族都有,他是其中的特殊。 就算在外面,如果跟他至亲的人遇到危险,他就能感应到。 爸,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的祖地发生了事情,我要陪他过去。 等事情结束,我再回来。 花音刚落,还没等林凡说什么,外面就传来马车飞奔的声音。 林凡轻轻捶着桌子,脸色不是很好看。 是谁破坏美好的聚餐? 他从希尔夫眼里看到绝望的痛苦。 从女儿的眼里看到难过跟紧张。 易志,出来,他的祖地在哪儿? 林凡询问着,傻傻的易志赤伤不算健全,但面对可怕的存在,他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 明明都是很简单的事,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帮助对方呢? 我是易志,帮助对方就是助人为乐,我很开心。 跟随着易志的指引,林凡消失在屋内,没有任何波动,这种行为已经超出太多人的想象。 谁也不知道,因为父亲跟女儿还有女儿的朋友们开心地用餐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情。 但谁都很难想象,被打断后的愤怒是有多么的可怕。 精灵足地,燃烧着熊熊烈火,死亡的气息笼罩着这里,到处都是精灵足的尸体。 曾经这里肯定是美好的地方,可现在,这里宛如地狱般的可怕。 破坏是简单的,想要重建美好的家园是很难的。 此时,一道身影出现,漂浮在空中。 林凡看到现场的情况时,瞳孔猛的一缩,惨烈,悲壮,可怕等等,都无法形容这里的情况。 也许这里就是人间地狱吧。 落地,他看着周围的情况,精灵足的尸体很惨烈,还有巴掌大小拥有着翅膀的精灵,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 老年精灵,成年精灵,幼小的精灵,尸体数不胜数,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里就是希尔福的家乡吗? 族人的惨死,才会感应得如此心痛吧? 我的女儿跟她是姐妹,是最好的朋友。 如果她们来到这里,看到这里的情况,我的女儿一定也会很心痛。 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身为父亲的我,岂能让这些事情影响到我女儿的心情,还有她那最好的朋友。 此时,林凡念头一动,身上披着长袍,面容逐渐模糊起来,笼罩了一层看不到的迷雾。 随后,只见林凡慢慢地抬起手,一座超大型魔法阵出现在上空。 世间金色的光芒从各地凝聚而来,璀璨的金光耀眼无比。 死人复活?是这个世界不存在的魔法,也许就算真的有神灵也做不到这一步。 超阶吗?超神阶?不,这是无限阶。 没有人施展的一种魔法,更是不存在的魔法。 紧接着,一道响彻天地的声音传递着。 复活! 凶,凶,一道道金光从天而降,覆盖整个精灵足地里的尸体。 可就在此时,虚空震荡着,裂开一道漆黑的通道,一股可怕到极致的气息爆发出来。 随后,巨大的虚无身影出现,破碎的黑袍漂浮着。 对方手持漆黑的镰刀,无数绿幽幽的灵魂缠绕在镰刀上。 林凡的行为已经打破这个世界的规矩。 亡灵最终的归宿是在亡灵地狱,任何人都无法破坏,否则将引发可怕的惩罚。 如今,亡灵地狱中的死神降临,那是地狱的死亡意志在阻拦林凡的行为。 顿时,死神挥舞着手中的毁灭镰刀,狠狠地朝着林凡袭来。 任何人都无法阻挡,哪怕是深渊中的灵主,面对着已经超越半神的力量,都只能哀嚎着,站立着,惶恐着。 刷! 镰刀划破林凡的身躯,仿佛是穿梭过去的。 林凡缓缓抬头,看着那漂浮在空中的巨大死神,眼神微微眯起。 一股毁灭的力量爆发出来,周围的虚空寸寸崩裂。 受到这股不讲道理的力量,死神消散。 黑暗通道消散,天地回归到平静。 可是还没有结束,天地在震动着,一直要阻拦这种情况。 但眨眼间,一切又恢复到平静。 也许是一直发现搞事的人是林凡,所以随着以前的习惯, 又悄悄地跑路了。 渐渐地,金光消散,天空中的超大型魔法阵纹消失。 那些已经死去的精灵们,动他的手指,随后猛地睁开眼睛。 一位又一位精灵站了起来,他们迷茫地看着周围,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明明已经死去,为什么又活了呢?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 精灵女王醒来,她是精灵中最美的存在,高贵,圣洁,代表着世间最纯洁之物。 这是怎么了? 精灵女王看着双手,随后看着周围的情况, 发现原本已经死去的精灵子民们都站了起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脑海里有很多疑惑,甚至都感觉这像是幻觉呀,那么的不真实。 突然,她看到飘浮在天空中的身影,询问道。 你是谁? 林凡说道,你们已经死了,而我复活了你们。 复活? 多么可怕,而又不敢想象的事情。 但她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对方没有欺骗她。 精灵族遭遇魔族的入侵,魔族在掠夺精灵族的生命果实,不惜发动一场让精灵族都无法抵挡的战争。 此时,精灵女王真常感谢她。 多谢您的慈悲拯救了我们精灵族啊。 作为精灵女王,我代表精灵族感谢您的恩情,我们将涌寄于心。 随着精灵女王弯身的时候,那深不见底的红沟落在林凡眼里,汹涌,白净,嫩滑。 不愧是精灵女王了,拥有着别的精灵无法想象的资本。 林凡说道,不用谢,只是不希望她为此难过伤心。 多好的父亲啊,就因为不想女儿为此难过而来到这里将这些精灵族复活。 如果可兰知道,绝对会痛哭流涕。 我的父亲竟然,怕是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 第11104集 他…… 精灵女王听不懂对方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迷茫得很。 他很想知道对方是谁,可惜对方笼罩在长袍中,脸上笼罩的迷雾,看不到模样。 是那么的神秘,那么的不可探索。 林凡看着周围的环境,再次缓缓地抬起手,轻声道。 复苏。 顿时,就看到那些因为战争倒塌的树木,发生肉眼可见的变化。 仿佛时空逆转似的,重新绽放活跃的生命力。 就连那孕育精灵的生命之术,也是重新焕发新生。 这…… 精灵女王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幕,不是亲眼所见的场面,她永远都不敢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 对方是谁? 是精灵的神吗? 是生命的神吗? 哪怕她是精灵女王都想不到,到底是谁才能做到这种情况。 再见。 精灵女王想邀请对方在精灵族赞助,好好地感谢对方。 哪怕让她服侍这样的神灵,她都会感到至高无上的荣耀。 可是还没等她开口,林凡已经离开了这里。 精灵女王眼里流露出失望的神色,如果让希尔夫看到母亲的眼神,绝对会惊呼着。 母亲,我们都在生命之术中诞生,你竟然想在实战中给我们生个弟弟,好偏心啊。 精灵族的事情对林凡来说,只是为了不让女儿难受伤心。 当然,就算没有女儿的原因,路过此地,发现这里如此凄惨,也不会坐视不管的。 毕竟她是善良的人嘛。 魔法真的很神奇,看似很有难度, 但如果回归到本源,的确很简单。 别人念诵咒语,是为了凝聚精神力,感受元素, 请求元素成为他们的力量,而林凡则是掌控元素。 她发现,这里自然中漂浮的粒子跟沿海室那边有所不同, 但就算有所不同,可是说到底都有着类似。 复活这种魔法,可以说存在,也可以说不存在。 存在的原因是,林凡很强,一直以来感悟自然的她, 能够发现很多很多别人感受不到的东西。 那些感受不到的人,原因很简单,就是太弱。 万物能够存活,说明有着生命元素。 哪怕无法捕捉,但不能说这种元素是不存在的。 就比如拥有毁灭性的雷元素,如果有人能够掌控,便是七系元素。 可是,要让林凡来说,元素不仅仅只有七系, 还有更多你们无法探索到的存在。 而在林凡施展如此可怕的复活魔法师, 整个世界的魔法师都感受到这股强烈的魔力波动。 那般的可怕惊骇,宛如魔法之神降临, 操控着世界所有的魔法元素。 回到村庄,看着热腾腾的火锅,叹息一声。 给女儿跟朋友们准备的火锅还没吃完, 才刚刚开始而已,强然发生这样的事。 唉,以往的林凡都能让自己的心情保持在愉悦的状况中, 可是经过这件事啊,她稍微有点不开心, 拿起筷子吃着自己准备的肉片。 虽然味道很棒,可是对林凡来说,一切都变得索然无味。 所有的一切啊,都是要看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精灵族传送魔法出现, 地面出现巨大的魔法阵纹, 这是魔法卷轴施展的传送, 以可兰他们如今的情况还无法施展, 但在这些年的历险中也积累了一些好东西, 如此珍贵的东西是用来保命的。 而现在,因为希尔夫家乡出现问题, 毫不在意地将珍贵的魔法卷轴用掉。 紧接着,四道身影逐渐出现。 希尔夫担忧得很, 他不知道家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脑海里浮现很多画面, 都是家乡惨烈的模样, 到处都是战火, 到处都是熟悉的尸体。 如果真的是这样, 他真的承受不住, 会彻底地疯掉, 对未来彻底失去希望, 那是他心中最重要的地方。 没事的, 一定没事的。 可兰安慰着希尔夫, 他知道, 如果真的发生希尔夫最担心的事情, 那么他难以想象, 这件事对希尔夫会造成多么可怕的影响。 蒂亚也是一直安慰着, 奥利威脸色凝重得很, 希尔夫是他们最好的朋友, 没有人愿意看到惨烈的一幕发生。 此时, 他们已经出现在精灵族族地, 周围的情况跟他们想得不一样, 生机勃勃, 绿色植物生长得很茂盛, 的确是一处美好的地方。 这里好像没发生什么事情啊, 是不是搞错了? 可兰问道, 希尔夫看着眼前的情况, 有点惊了, 他的确感应到那种让他心痛的情况, 可是眼前的情况让他有些疑惑。 莫非, 真的是我感受错了吗? 我…… 他想说什么, 但就在此时, 远方森林里有道身影在树林间穿梭着。 希尔夫姐姐。 一位幼小的精灵小女孩, 持着缩小版的弓箭从森林里出现, 开心地跑到希尔夫面前。 他看到艾尔出现在他面前, 心里茫然松了口气, 但是却有着更多的疑问,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可是眼前的情况跟他想的一点都不一样, 绝对不会感应错误的,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否则不会有那种感觉。 艾尔, 祖里是不是发生了事情? 希尔夫问道, 可兰他们相互对视着, 都流露出疑惑的深色。 按照他们目前的观察, 貌似没有事情发生了, 周围很平静, 很安全。 满脸笑容的艾尔, 听到希尔夫姐姐说的话, 仿佛是想到那时恐怖的场面, 粉嫩的小脸变得煞白。 希尔夫看到他的表情, 就已经知道, 肯定是发生了事情, 否则绝对不会是这样的。 希尔夫姐姐, 在你们没回来的时候, 的确是发生了事情。 艾尔说道, 她还小, 想到那种情况的时候, 就让她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对她幼小的心灵造成可怕的冲击。 第1105集 发生了什么? 魔族来了, 好多好多魔族的。 艾尔张开双臂表达着那时的情景, 就是特别的多, 多的已经让她不敢想象。 希尔夫身为精灵族公主, 知道魔族的可怕, 那是残暴的存在, 破坏一切美好的东西。 想到魔族的到来, 她的内心猛的一惊, 很容易就想到族人面对魔族时的情景, 一定很惨烈, 很悲壮。 但是能够看到艾尔活着, 她便知道族人们将魔族赶走了。 别怕别怕, 魔族已经被赶走了, 他们以后不会再来了。 希尔安慰着, 她知道, 那一幕对艾尔来说肯定是可怕的。 喜爱自然的艾尔, 喜欢穿梭在树林里, 跟花儿小鸟们作伴。 只是艾尔接下来说的话, 却让希尔夫脸色都变了。 不仅仅是她脸色变了, 就连可兰他们都是如此。 希尔夫姐姐, 其实我先前就已经死了。 别胡说, 我才没有胡说呢, 大家都已经死了。 就是后来我也没有明白 为什么又活了过来, 真的好奇怪。 艾尔说的都是实话, 她只记得自己被魔族的人给杀害了, 然后醒来的时候, 发现大家都活着。 她真的是很开心, 只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希尔夫瞳孔缩放, 对艾尔说的话真的有些不敢相信。 她现在知道, 想要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有去询问母亲。 随后轻轻拍着艾尔脑袋, 让她去玩耍。 有的事情啊, 孩子是不知道的。 艾尔欢快地离开了, 她现在要去采集蜂蜜, 甜甜的, 特别好吃。 可兰说道, 刚刚那孩子还小, 可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希尔夫点着头, 只是她知道艾尔不会说谎。 可惜, 她被艾尔说得脑袋很混乱, 都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 想要知道真相, 只有询问母亲。 奥利威琢磨着艾尔说的情况, 魔族很可怕, 在大陆中是人人害怕的种族, 魔族都很强, 很少有种族能够跟魔族相抗衡。 当然, 龙族除外。 说实话, 如果艾尔说的都是真的, 魔族对精灵族发动战争, 以精灵族的情况, 恐怕很难抵挡。 可是, 看看现场的环境, 哪里像是发生过战争, 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 很快, 眼前的情景再次让他们有些迷惑, 大量的精灵族在搭建着屋子, 很惊奇, 房屋都受到破坏, 可是周围的环境完好如初, 完全看不出有任何毁灭的迹象。 精灵女王住所, 母亲, 我回来了, 希尔夫匆匆进来, 看到母亲的身影, 她缓缓松了口气, 确定没事才能放心。 精灵女王对女儿回来, 并未有任何惊讶, 她知道女儿能够感应到精灵族这里发生的事, 可兰他们都是第一次见到精灵女王。 哇, 好漂亮。 可兰看着精灵女王, 心里惊叹着, 眼前的精灵女王庄严成熟, 盛景, 任何人都不能无视精灵女王的容貌。 蒂亚跟奥利威点着头, 很赞同可兰的评价, 的确很漂亮。 精灵女王微笑着, 知道这三位是女儿的朋友, 热情招待着。 母亲, 族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埃尔说, 魔族发动了战争, 她说大家都死了, 可是, 我看大家都在啊。 希尔夫询问着, 精灵女王缓缓道, 没错, 魔族发动战争, 精灵族帝被毁灭了, 族人全都死了, 就连我, 也已经死在魔族手中。 可是, 希尔夫张着嘴, 脑袋一片混乱, 已经搞不懂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了。 你听我说, 魔族毁掉精灵族地, 杀光了所有精灵, 可有一位神秘人出现了, 他将精灵族人全部复活, 还复苏了被毁坏的环境跟生命之术。 希尔夫震惊, 复活? 别说希尔夫已经傻眼, 就算可兰他们都有些发懵, 这种事情离他们有些远了。 蒂亚好奇道, 这世界上有复活的魔法吗? 奥利威摇头道, 这个没听说过, 更加没见过呀, 复活魔法应该是不存在的吧? 精灵女王说道, 你们说得很对, 复活魔法的确不存在, 以前我也认为, 在这个世界上, 不会有如此可怕的魔法存在的, 直到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才明白, 那是真实存在的。 也许你可能不信, 但它确实存在。 那它是谁? 希尔夫问道, 清灵女王回忆道, 它很神秘, 我看不清对方的脸, 也不知它是谁, 但是离开的时候, 我询问过它, 它只说了一句话, 不想让它难过。 我想了很久, 整个精灵族中, 会有谁跟这样的强者相识呢? 后来我翻阅古籍, 曾经精灵族第八任精灵女王, 跟人类相识相恋, 可那个时候人类肆意捕捉精灵族贩卖, 早已经解下怨恨了, 所以他们的感情, 曾遭遇到精灵族所有精灵的反对, 到最后离开。 我想那位神秘强者, 应该就是他吧。 听闻母亲说的这些, 希尔夫显得很震惊, 第八任, 可现在都已经是二十几任了, 过去了好几千年了, 怎么可能还活着呢? 不得不说呀, 精灵女王的思想是活跃的, 能够想到别人都不敢想的事情, 只是除了这种情况, 还能有别的原因吗? 有谁会如此在意精灵族呢? 肯定是跟精灵族有关的人才会如此在意, 不得不说, 精灵女王的思维不够活跃, 胆子不够大, 可以从他女儿身上猜一猜, 比如你身边的朋友等等, 何必非要吊死在精灵族身上呢? 而精灵族这边的情况, 彻底引起许多帝国跟种族的震惊, 魔族对精灵族发动战争, 他们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想要在魔族中安排卧底是很难的事, 人族到魔族直接就被杀掉, 毕竟对魔族来说, 他们不需要朋友, 彻底将非我族类齐心避意的观点, 表现得淋漓尽致, 因此, 都是事后才知道的。 精灵族的覆灭, 对很多人来说那是心痛的, 盛产美女的精灵族说灭就灭, 能不能有点欣赏美的心, 知不知道这样的行为迫使多少人成为光棍啊? 该死的魔族, 难怪从你们种族出现的时候, 就无法跟别的种族融入到一起, 就因为你们这种变态的行为, 引起了太多人的不满。 但很快, 当已经被覆灭的精灵族被神秘强者复活的消息传递出来时, 所有人都疯狂了。 复活? 见鬼, 这怎么可能? 不可能拥有复活这种事情发生的, 最多就类似亡灵魔法, 死人转化成亡灵而已。 大家都不相信, 因为这是虚假的。 但传递回来的消息却是, 精灵全族都活蹦乱跳着, 完全没有任何事情, 就算不相信都不行了。 很多学院老一辈的圣魔法师聚集在一起, 这是整个大陆最高端的力量, 他们将一生奉献给魔法, 对魔法的理解已经超出很多人。 如果谁能拜这些人为师, 那么未来前途无量, 成为圣魔法师都不是什么难事。 精灵族那边的事情是真的, 复活魔法出现, 我们研究一辈子魔法都没有碰触到这种领域, 甚至别说是触碰, 就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寻找到啊。 一位白胡子老者感叹道, 魔法神秘, 全能, 如今的常识是六系魔法, 但具有毁灭天地威力的雷元素是存在的, 应该是七系魔法, 可现在复活的魔法出现, 说明我们对魔法的理解还停留在初期。 王陵魔法能够将死去的人转化成王陵, 没有温度, 没有心跳, 那不算复活, 只是能做到类似复活魔法的只有王陵魔法, 这其中到底有什么关联? 是光系魔法吗? 不可能, 如果是光系魔法, 教皇应该能够做到, 可是他做不到。 莫非是组合魔法, 水系充满活力, 光系充满希望, 这两种元素融合起来, 是否能够形成, 类似复活魔法? 就因为这种情况, 直接让一群老魔法师彻底崩溃, 甚至已经沉迷在这种问题里, 都将弄明白复活魔法的关键点, 可是他们真的想不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如果林凡知道有群人想得焦头烂额, 肯定会微笑地告诉他们, 很简单, 自然中漂浮的魔法元素有很多, 只要能够掌控他们, 任何魔法都能施展出来。 时间过得很快, 因为精灵族没有发生什么事, 可兰便带着朋友回来了, 这让林凡脸上重新绽放笑容。 说到精灵族的事情, 谢尔夫到现在都还有些懵, 有些想不明白, 只是这些都已经不重要, 族人没事就好。 因为他们的回归, 又有一头可怜的小动物 惨死在林凡手里, 对龙族来说, 他们有些无法忍受这样的事, 继续这样下去, 真的要完蛋了。 好在可兰他们回来的次数不多, 如果次数多的话, 怕是真的要崩溃。 林凡看着可兰逐渐成长, 欣慰得很。 他只是想在黑暗之神出来之前, 将可兰培养成一位能够独立的强者, 从现在这种情况来看, 一切都按照他的想法发展着。 在村庄待了一段时间后, 可兰继续跟他的三位好姐妹们出去冒险。 数月后, 一群盗匪很是不爽, 他们发展得很好, 可是没想到, 竟然被一个冒险团盯上。 起初得知是四位美女组建的冒险团时, 都笑得很开心, 仿佛是想到将四位美丽的冒险团美女抓住后, 能够发生一些他们喜欢的事情。 可随后他们就发现, 这些家伙很可怕, 完全看不出像是美女能够做出的事。 领头的盗匪凶神恶煞, 愤怒地咆哮着, 他们做了很多坏事, 自然是被人通缉, 也有冒险团来找他们麻烦, 但有的冒险团不自量力, 直接被他们团灭了。 这位盗匪首领实力很强, 团队里还有厉害的魔法师, 属于实力强悍的盗匪, 可不是别的盗匪所能相比的。 咻咻咻, 突然间有破空声传来。 当众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三只飞来的剑齿 直接击穿盗匪小喽喽的脑袋, 完全就是一见一个小朋友, 根本不给对方任何反应的机会啊。 盗匪首领脸色阴沉得很。 臭娘妈,下手真狠。 谢尔夫身为精灵族, 热爱生命, 心地善良, 哪怕面对敌人都不想下狠手。 但是经过奥利威的调教, 知道对敌人的仁慈, 就是对自己人的残忍。 我们是团队, 我们的性命是相通的。 说是不想朋友们为此丢了性命, 就不要留手。 因此, 猛烈地挥舞着, 狠狠地砸响。 远方的地雅惊呼着, 哇, 怪力少女出现了。 这是学院里的人对可兰的称呼, 天生神力, 但大家更喜欢称呼她为怪力少女。 力气是真的很可怕呀, 好多男战士看到可兰都有些抬不起头来, 直呼变态, 这力气真的很可怕。 第11107集 轰隆, 土墙崩裂, 盗匪们眼珠子暴突, 仿佛见鬼似的, 这都是些什么怪物呀。 可兰念诵着咒语, 就见脚下出现冰霜震纹, 这是魔法增幅, 水系魔法分支冰系的冰冻效果, 数米内的敌人都会受到冰霜光环的影响, 动作迟缓。 远方的地雅施展魔法, 数个火球出现在面前, 随后挥舞着魔杖, 火球咻的一声将那些小喽喽护着。 希尔弗拉开弓箭, 风在流动, 加持在箭矢上。 松手, 咻, 加持的箭矢速度更快, 盗匪根本难以抵挡。 配合默契的私人小队, 将穷凶极恶的盗匪杀得人养麻烦。 手段看起来根本不像是女孩子该有的手段, 完全就是不留余地啊, 出招就是毕命。 不知何时, 正在施展魔法的地雅身后, 有一个小喽喽出现。 哼, 可恶的臭娘们儿。 小喽喽争鸣得很, 随后朝着地雅扑来。 如果是刚入学的时候, 地雅肯定会失声尖叫, 手足无措, 吓得扔掉手里的魔杖。 但现在, 地雅面色不惧地转身, 对着小喽喽的裤裆就是猛烈的一脚, 断子绝孙, 然后挥舞着魔杖狠狠地砸在对方脑袋上, 砸得小喽喽脑袋鲜血见舌。 哼, 偷袭我? 我弟呀, 才不怕你呢? 盗费首领看到此时的情况, 已经暴怒, 抡起狼牙棒朝着可兰狂奔而去。 可兰眼神凌厉, 巨大的大剑在他手里, 没有任何影响, 反而无形间有种非凡的霸道之感, 斗起覆盖大剑, 施感剑技。 一剑挥向盗费首领, 碰撞声传递着, 轰弄。 好可怕的力量。 盗费首领不敢置信, 手臂颤抖着, 酸痛感席卷着身体, 有些支撑不住, 而且身体有些迟缓。 魔剑士? 盗费首领没想到, 盯上他们的家伙竟然如此难缠, 双方站得有来有回, 兵器的碰撞, 火光剑射, 对可兰来说, 就好像不知道劳累似的, 手里的大剑不断地朝着对方轰击而去。 盗费首领处在烈士情况, 脸上流淌着汗水, 心里呐喊着, 该死, 真的该死, 能不能住手啊, 我怕我……, 可兰一剑轰飞对方手里的狼牙棒, 就在盗费首领准备束手就擒求饶的时候, 可兰一剑落下, 直接将盗费首领的脑袋砍飞了, 手段伶俐, 霸道得很, 完全没有任何怜悯之心。 手里有死了, 我们快跑! 一群盗费小喽喽荒神了, 谢尔夫跟蒂雅宛如无情地收割机器似的, 不断地收割生命。 他们在来的时候就已经调查过情况, 这群盗费穷凄饿, 灭过很多村庄, 杀了很多人, 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 一个都别放过, 全部将他们留在这里。 扑斥, 扑斥, 一位又一位盗费成员倒地, 直到没有一个人能站起来。 可兰, 没事吧? 奥利威问道, 可兰摇着头, 没事, 只是想到那些死在这些盗费手里的无辜人, 应该能够安息了。 谢尔夫跟蒂雅走过来, 好厉害, 可兰你真的太厉害了, 那家伙都没有还手之力, 就这还七星战士呢, 哇, 好弱。 这种盗费任务, 对他们冒险团来说没有难度, 其实他们可以揭取更难的任务, 但想到这种盗费如果多活在世上一天, 就会让更多的人受到灾难, 所以他们接了任务, 一路追杀过来。 我们出来有段时间了, 他的食物已经不够了, 到周围补给一下吧。 奥利威说道, 大家都点点头, 许久后。 哇, 你们看啊, 这是什么样的奇怪? 蒂雅看到眼前的情景, 瞬间惊呼起来, 一座火山却被冰封起来, 而且周围的温度明显很高, 却是出现这种情况, 很神奇啊。 周围弥漫着能力的魔力波动? 可兰说道, 身为战士跟魔法师的他, 对魔力感应就跟地亚一样的敏感。 奥利威很震惊, 世界好像被彻底打开似的, 随着出来经历越多的事情, 他越发觉得, 对世界比他想象的还要神秘, 冰系魔法, 冰封火山, 很难想象。 如果是短暂的冰封, 是很正常的事, 可是眼前的情况, 真的很让他震惊。 火山中的火元素, 是最为浓烈狂暴的, 想要维持冰封, 需要很强的魔力支撑着。 眼前的这一幕, 到底是多么强大的魔力, 才能做到这一步啊? 走吧, 世界上的奇观很多, 我们顺着河流, 就能找到村庄? 可兰说道, 只是他并不知道的就是, 他现在已经行走在他父亲的足迹上。 村庄, 随着他们的到来, 村民们都警惕地看着他们, 地雅看到村民们警惕的模样, 微笑道, 大家好, 我们是冒险团的, 路过这里, 想在这里补习一下食物, 没有任何恶意, 请你们放心。 村民们松口气, 都面露微笑, 只要不是坏人就好, 他们只是普通的村民而已, 跟田地作伴, 只想好好地活着。 几位姐姐, 都是冒险团的吗? 因为男孩跑来, 眼里闪烁着光芒, 男孩看起来有十二三岁了, 但可能是营养不足, 长得有些瘦弱。 啊, 是的, 我们就是冒险团的, 刚刚消灭了一群穷凶极恶的盗匪哦。 地雅说道, 男孩惊呼道, 哇哦, 好厉害啊。 盗匪是所有村庄都害怕的存在, 他们到处作恶, 遇到村庄就烧煞抢掠, 无恶不作, 都不知道让多少人气得知咬牙。 地雅说, 能不能带我们去买点食物, 我们可以跟你讲讲我们在外面的历险故事。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那好, 我带你们过去。 如果林凡在这里的话, 绝对能一眼就认出这男孩, 不是他以前旧的那小男孩吗? 没想到几年过去, 都已经成为小大人了。 可兰看着这村庄, 不由自主地跟泡泡村相比较起来, 发现泡泡村真的很棒啊。 第1108集 你知道那座火山是怎么被冰封的吗? 可兰询问的, 男孩说, 我当然知道了, 这可是一位大哥哥帮助我们的。 他们听闻顿时很好奇, 都想知道这其中到底是什么情况。 能跟我们说说吗? 当然可以, 以前我们村庄赖以生存的河流干枯了, 直到有一天, 男孩什么都能忘记, 唯独无法忘记那时候的事。 对于他们的村庄来说, 那位大哥哥就是他们的恩人。 可兰他们听得心里也是震惊得很, 没想到竟然有如此恐怖的存在。 村庄河流干枯, 肯定是火山爆发, 隔断了水源。 没想到那座冰封的火山就是这样来的, 能够做到这种地步, 那是何等恐怖的魔力才能做到, 就说他们肯定是做不到的。 而就在此时, 一道龙银享受天地。 购买补给的可兰他们听到声音的时候, 面色陡然惊变, 如果没听错的话, 刚刚声音好像就是龙族的声音, 怎么会有龙族出现在这儿呢? 很久以前, 龙族冒犯边界边防, 帝国想要将龙族击退, 可是第一次大败, 后来因为未知的原因, 龙族退败, 很久都没有出现过。 可现在, 又怎么会出现呢? 他们匆匆跑到外面, 就看到远方一头巨龙在天空翱翔着, 可怕的龙威爆发出来, 村庄里的家畜都匍匐着, 有的直接因为太胆小, 直接被吓死了。 先别乱, 看看这头巨龙到底要干什么? 可兰说道, 种族的存在, 龙族属于八个一半, 出生的幼龙就很强, 成年后的巨龙普遍都是圣级, 这是很可怕的情况。 别人辛辛苦苦修炼, 才达到的境界, 龙族只需要等待成长, 就能做到。 想想都感觉不公平得很, 可要是有人知道, 龙族一直以来就被人当作饭桌上的美味, 绝对会说公平, 实在是公平得很。 没想到龙族竟然也被人当成小动物来食用, 就算达到圣级又能如何呢? 还不是那般的悲剧吗? 奥利威等人都很紧张, 村民们何时看到过这样的生物啊, 全部都被吓得脸色惨白, 就怕被龙给吃掉。 害怕什么就来什么, 巨龙的目标明显就是村庄。 他们朝这个方向来的? 奥利威惊声道, 地亚双手紧握着魔杖, 神色很紧张, 有点害怕, 面对别的她都不会畏惧, 可是眼前的情况真的有吓到她。 可兰皱着眉头, 沉声道, 我去引开她, 你们带着村民先躲起来。 奥利威说道, 可兰, 别冲动, 但是巨龙, 我们对付不了。 我知道, 但我的父亲跟我说, 遇到任何困难都要勇敢地面对, 望住若小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 放心, 我身上还有传送魔法卷轴, 只要将巨龙引开, 等你们安排好村民, 我就会撤退。 可兰说着, 就在他们想要跟可兰说些什么的时候, 可兰直接朝着村外跑去。 你们快带着村民躲起来。 天空中, 巨龙翱翔着, 硕大的龙眼注视着下方的情况。 真是不错的好地方, 竟然不让我出来玩耍, 还说有可怕的人类喜欢吃它们。 都是骗人的, 伟大高的龙族, 谁敢吃啊? 墨比是龙族龙皇之子, 拥有着龙族最神秘的血脉, 继承龙皇的龙羽魔法, 是能够幻化成人形, 只是普通的龙族做不到的。 顿时, 墨比感受到皮肤好像被什么东西给轰击了似的, 低头一看, 发现一位渺小的人类竟然施展兵夕魔法, 化作兵剑朝着的刺来。 他露出不屑的笑容, 哼, 卑微愚蠢的人类, 不知道我墨比也是可以魔法免疫了吗? 这可是只有最为高贵的龙族才能拥有的, 就陪你玩玩好了。 墨比转变方向, 朝着可兰这边飞来, 巨大的身躯笼罩着地面, 一口龙溪喷吐出来, 落在地面, 发生剧烈的爆炸, 冲击波扩散着。 可兰感受到这股冲击力, 脸色很严肃, 他不能跟巨龙硬碰硬, 双方的实力有差距, 哼, 跑得真利索。 墨比一点都不着急, 慢慢地陪对方玩一玩, 他到现在都没搞懂。 这渺小的人类, 怎么会有勇气来攻击自己? 莫非真的认为我很好欺负吗? 咻, 真是让人特别不爽的行为啊。 可兰见巨龙没有疯狂攻击, 心里猛地松了口气。 虽然他知道巨龙是在戏耍着的, 但这样能够拖延时间, 能让奥利威他们带着村民们躲起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莫比显得有些无聊, 不想继续玩闹下去。 可兰感觉差不多了, 取出传送魔法卷轴, 默念咒语。 顿时, 魔法阵文出现在脚下, 只有这样才能在巨龙手里逃脱。 可就在此时, 惊人的一幕发生了。 就见天空的巨龙念诵着他听不懂的咒语, 好像是不属于魔法范围内似的。 静魔领域? 龙语魔法中的领域, 在这范围内将不存在魔法元素, 就算是魔法卷轴都无法施展。 可兰发现脚下的阵纹消失不见, 他知道大事不妙。 莫比飞过可兰的头顶, 龙尾狠狠地扫来, 强劲的力量席卷而来, 吹得可兰长发飘荡, 那股力量就跟锋刃似的, 拍打着脸。 他挥着大剑, 把巨龙尾巴劈来, 碰隆, 巨大的轰鸣声传递而来。 可兰无法阻拦这种力量, 直接倒飞出去, 落在远方, 彻底地晕死过去。 而对莫比来说, 对渺小的人类好强的力量啊, 竟然劈得他尾巴都有些痛。 不过跟伟大的龙族相比较起来, 这力量还是很渺小。 莫比身为龙族高傲的存在, 莫名其妙地遇到攻击, 很是不爽。 慢慢地落到可兰的面前, 慢慢垂下脑袋, 想看看这渺小的人类 凭啥敢攻击自己。 可突然间, 他发现, 这人类身上有光芒闪烁着, 一股威慑他灵魂的威势爆发着。 第一千一百零九级 莫比吓得挥舞翅膀, 猛地飞到天空, 眼神惊骇, 内心扑通扑通地跳动着, 一股威险到极致的气息笼罩着他。 不, 跑路, 我必须得跑路。 莫比想都没想, 直接挥动着翅膀朝着龙族的足地飞去, 不知为何, 他想到龙族那些家伙跟他说的事。 人类里有喜欢吃龙的可怕恶魔, 刚刚这人类明明很弱, 可是那散发出来的威势绝对没有错, 如果继续待着, 我绝对会死的。 想到这里, 他只能回到足地躲起来, 先看看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村庄, 林凡放下手里的事, 感受到女儿的情况, 瞬间消失在村庄。 成长需要付出, 需要经历危险, 但身为父亲的他, 终究还是不愿意看到这一幕的。 只想说, 到底是谁在搞事情啊。 林凡站在空中, 看着下面的情况, 可兰安静地躺在那里, 面对龙族巨尾的横扫, 直接被震晕过去。 没什么大事, 就是受点皮肉之苦而已。 奥利威他们出现, 将可兰抱走。 身为队友, 他们看到可兰不顾自身的危险, 帮助他们引开巨龙, 这将是他们难以忘记的事情, 一辈子都要铭记在心里。 哪怕今后为此付出性命, 也是值得。 友情的极致, 也许就是如此。 一纸, 请出来。 林凡轻声说道, 遇到不知道的事情, 找一纸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这方世界的意志懵懵懂懂的, 好像没有完全彻底的苏醒, 属于智商半残的存在, 只是一直以来都没有人能够接触到的。 你好, 能将这里刚刚的事情复原给我看吗? 林凡友好的询问着, 态度跟上次相比较起来, 那是友好的很。 意志有点惊讶, 或者说不太习惯这种友好的方式。 毕竟以往这家伙都是用命令的口吻。 面对如此可怕的家伙, 身为意志的他, 秉承着天地正能量, 乐于助人不是很正常的行为吗? 好的, 都是小事。 意志传音到林凡的脑海里。 很快, 林凡面前出现画面, 意志回放着刚刚发生的事情。 巨龙翱翔在天空, 可兰为了保护队友跟村民, 主动引开巨龙。 真是勇敢, 感到自豪。 林凡对女儿的行为感到自豪, 保护朋友跟弱小者, 就跟他一样, 从来都不会欺负弱者。 直到画面结束, 他的嘴角都带着笑容。 就在他为此感到自豪的时候, 看似很傻地一直, 主动跟林凡说起了一件事。 能跟你说件事吗? 态度很是卑微, 这哪能是意志干得出来的事啊? 任何一位意志, 都是这世界孕育出来的绝对秩序掌控者, 维持着这方世界的运转, 创造着无限可能性。 好啊, 你说吧。 林凡微笑着, 看到如此优秀的可兰, 他的心情很好。 如果以前是愿意帮助对方, 那么现在就是特别地愿意。 两者间看似好像没什么区别, 但是其中的区别可是大得很。 一纸说道, 能否放过龙族? 世界的包容性是无限的, 任何种族的存在, 都是这方世界不可缺少的。 他们是这世界的一分子, 现在他们快被你吃光了。 想到龙族的悲惨遭遇, 一直就心痛得很, 怎么能有如此可怕的存在呢? 龙族? 林凡疑惑得很, 随后想到他平时吃的那些小动物, 询问道, 你说的龙族就是我吃掉的小动物吗? 是的。 哦, 它们中有的肉质很不错, 但有的很不好, 我女儿跟我都不太喜欢的。 林凡细声慢语地说着, 仿佛是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似的, 如果有人听到这番话, 却对原地暴跳起来, 说的还是人话吗? 那可是龙族啊, 不是小动物, 竟然还要吃它们, 简直可怕, 甚至是恐怖。 一直不是很想说话, 总感觉跟对方交流是一件特别难的事, 真的很伤心啊。 如果可以的话, 他不愿意聊这种比较深沉的话题。 就在一直不知如何接话的时候, 林凡说, 嗯, 好的, 我答应你的请求, 不过你能告诉我, 刚刚那位龙族在哪儿吗? 哎, 没别的意思, 就是他发现龙族的实力有些超标, 可兰还无法面对这些厉害的小动物, 需要慢慢来, 一步一个脚印, 不能着急, 不能跨越。 最终, 一直还是将龙族的地点告诉了林凡, 你给我面子, 我给你面子, 这是很正常的操作, 绝对没有别的意思。 龙族之地, 墨比回来的时候心不在焉, 像是在外面做了什么错事, 搞得他情绪不是很高。 墨比大哥, 你不是刚出去没多久吗? 怎么又回来了? 同族的小弟询问着, 墨比说的, 外面不好玩, 还是族里好玩点。 哎, 怎么会呢, 墨比大哥, 大家都说外边好玩, 能找到金光山山的宝贝, 现在好多同族都喜欢到外边收集这些东西的。 身为同族的小弟, 到现在还没看出你的墨比大哥在外面惹事情了, 他现在很担心, 很害怕, 害怕自己遇到了族人说的那喜欢吃了, 龙的恶魔。 真的好恐怖啊, 墨比不想理睬他, 不想多说一句废话, 他现在有心事, 属于心事重重的那种, 就连他喜欢的漂亮母龙约他去湖边捉鱼, 他都没兴趣。 曾经他们龙族哼行霸道, 谁敢招惹他们, 可惜时代变了。 自从很多年前出现一位可怕的吃龙人类后, 龙族的生活环境受到极大的挑战, 搞得龙心惶惶, 都不知道下一位遇害者会是谁啊, 只能苟且偷生, 老老实实地待在族里, 哪儿都不能去。 曾经有些在外混的富贵龙, 就是全身都金灿灿的, 带着各种人类珠宝首饰的土豪龙, 以前还会回来显摆, 后来, 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出现了。 虽然没说, 但大家心知肚明, 他凶多吉少, 可能彻底离开了我们这个世界, 遭遇了极其可怕的毒手。 第1110集 此时, 龙族领地上空出现波动, 一道身影出现。 林凡看着周围的环境, 的确很不错, 一座漂浮在茫茫大海上的岛屿, 群龙围绕着岛屿盘旋着, 真的很不错。 这种颜色的龙, 肉质是最好的, 那种颜色都不行, 可兰说过, 肉质很干燥, 很难吞咽下去。 身为奶爸的他, 以前整日想的就是, 该准备些什么样的丰盛食物, 让可兰吃得好, 长得白白胖胖, 所以在食物这方面, 他还是很有心得的。 随着林凡的到来, 龙族成员大惊, 将然有人出现在龙族领地, 这对龙族来说, 是很不敢置信的事情。 龙族岛屿有着绝对的禁止, 就是先前莫比施展的龙羽魔法, 静魔领域, 寻常人想要来到龙岛, 只有坐船而来, 所以当林凡飘浮在空中的时候, 所有龙族都很震惊, 宛如见鬼似的, 他到底是怎么进来的呀? 这是所有龙族成员都想知道的事, 但如今不是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 外人到来, 可不能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你是什么人? 一头巨龙翱翔而来, 挥动着翅膀询问着, 看着林凡的时候, 眼神很警惕, 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 林凡微笑道, 小动物, 麻烦请喊你们家大人出来, 我有事情要跟他说。 什么? 小动物? 这头巨龙震怒, 受到七只打入, 想他们龙族在种族群体中也是最为高贵的。 现在出现的家伙竟然说他是小动物, 谁能忍受? 他想直接一口龙溪将对方喷成灰烬, 但想到对方能够突破禁魔地带出现在这儿, 足以说明对方绝对不是自己想的那么简单的。 怒吼着, 呼唤着同胞, 滴溪, 滴溪, 很快, 大批巨龙从远方飞来。 我没有恶意, 只是想找一头龙, 他做了些不该做的事情, 不过我不会对他怎么样的, 只是作为一名父亲, 需要给我的乖女儿出口气而已。 用最轻柔的语气, 说着最为霸道的话。 就问谁敢像林凡这样, 出现在龙族老窝里, 却说着这种丝毫不给龙族面子的话。 说实话, 的确没啥人敢这样。 此时, 一群巨龙虎视眈眈地盯着林凡, 仿佛只要林凡胆敢乱来, 就会一拥而上。 都让开。 一道稳重的声音传来。 龙族成员们看到出现的巨龙, 都退让到一边。 来的就是龙族四大龙王之一的冰霜巨龙, 维尔。 维尔看到出现在龙族的人类, 表情很严肃。 你来这里干什么? 维尔沉声道, 他不会忘记眼前这人类, 实力可怕, 拥有着可以斩杀巨龙的力量。 边界的情况历历在目, 随手就能解决巨龙了。 他不知道那一次对方为什么会放过他们, 如果对方真想杀他们的话, 恐怕谁都跑不了。 我们见过吗? 林凡好奇地问道, 仔细观察着对方。 说实话, 的确没有认出来, 巨龙长得都跟一样似的, 对林凡来说, 哪怕有过一面之缘, 那也只是过客。 维尔震怒, 混蛋, 明明见过, 竟然询问他是否见过, 真的是很该死。 不管怎么说, 他维尔也是龙族四大龙王之一, 地位崇高, 除了龙皇之外, 就他在龙族的地位最高。 现在眼前这可恶的人类, 如此不给面子, 已经彻底将他给激怒了, 只是, 这怒火只能自己埋藏在心里, 他不是眼前这人类的对手啊, 何必自讨苦吃呢? 林凡见对方没说话, 微笑的, 哦, 我想起来了, 原来是你啊, 好久不见。 呃, 真的好假呀, 这种演技真的有些浮夸。 维尔说道, 你来龙族之地, 到底想干什么? 他到现在还不知道, 眼前这位, 就是喜欢吃龙族肉的人类恶魔。 我来找一头龙。 谁? 维尔警惕得很, 对方莫名其妙地出现在这儿, 绝对没啥好事。 不知道。 你连是谁都不知道, 就来这里, 还是说, 你真以为龙族好欺负, 任由你胡来。 身处在家乡, 说话的底气都充足很多, 哪里像以前只有害怕呢? 没有这种意思, 而且我也不喜欢欺负人, 以前喜欢吃你们的肉是我的原因, 但后来一直拜托我, 让我不要吃你们, 我答应了他, 以后我不会捉你们了。 林凡感觉眼前这位巨龙 对自己好像有点误会, 如果非要形容的话, 就是他还不了解我的为人, 只是他没想到, 听到这番话的龙族 仿佛彻底傻眼似的。 他就是喜欢吃龙肉的人类恶魔? 不, 我不想被吃掉。 救命啊, 救命啊, 人类恶魔杀到咱们老巢了, 他要将我们龙族吃光, 大家快跑啊。 很遗憾, 一头胆小的龙好像得了失心疯, 变得疯疯癫癫, 失去了曾经高贵的模样, 要是被人看到, 肯定会被称呼为疯龙。 维尔被吓得脸色苍白, 身为龙族四大龙王之一的他, 从来都不畏惧任何对手, 可是眼前这人类, 让他感受到无尽的恐怖, 那种恐怖来自心灵深处。 不断消失的巨龙就是你吃的? 嗯, 是我做的, 我发现你们的味道很不错, 但有的味道不是太美好, 很苦涩干燥, 不太喜欢。 维尔气得浑身颤抖, 多么想跟对方拼命, 只是脑海里有一道声音一直提醒着他, 别冲动, 胆定, 低调, 如果你冲动的话你会很凄惨的, 你会好好说啊, 千万别动手动脚, 这种行为是很不友好的。 他看着龙族成员, 很多没有经历过社会毒打的巨龙, 已经胆怯了, 从他们的眼神里就已经看出了, 那是被人类恶魔给吓怕了, 我看着龙族成员, 你会不会有关系的、 但是他会不会有关系的,